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送你去医院 不行 来不及了 不能因为我耽误比赛 你是否觉得 有一点累了 日子天天过 没太多不同 错了很多 却看不到什么 难道疲惫已是 你宿命的结果 看看你左右 陪着你的我 默默在身后 为了你加油 再多感受 我都听你说 因为你就是我 最重要最好的朋友 用我的爱给你力量 重新看世界的模样 你可以变得很不一样 相信 相信 我的爱给你力量 紧紧握住你的梦想 航向你最想去的地方 你会发现 幸福就在 受伤 难道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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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们怎么来了 瞧瞧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好心好意 拿东西过来跟你一起吃 不领情你还不乐意啊 快点向苏曼道歉 要不然这些好吃的 别说给你吃的 我连吃完 吐生虾的骨头 都不给你看 不吃就不吃啊 我还有事情 先走了 那你有事先忙吗 我们进去吃 你们不能进去啊 奇怪了 这怎么连进都不能进了 你不要问啊 反正啊 你们就不能进去 马达 不会是里边有什么人吧 你故意不让我们看见 对 就是有一个人 不想让你们看见 而且还是一个 很漂亮的女人哦 总之啊 你们不要罢过了 请回来吧 回你个头啊 行啊 马达 平时装出一副 很专情的样子 现在偷偷玩上 金屋藏娇了 我倒要进去看看 到底长什么样 瞧不 你要进去啊 我也不能进去啊 快点 完了 这么快 晓晓 姐 姐 爸 没想到这个葡萄园 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人的一生当中 总会碰到一些风风雨雨 不管当时 不管当时 有多么的困难与艰辛 当你回头一看 你会发现 就算当时是非常的困难 你回想起来 也会觉得有一丝的甜蜜 爸 我这次酿酒用的果实呢 都是老葡萄树上的果实 我相信这次酿出来的红酒啊 口感一定是最好的 嗯 你很用心 你看 爸干这个红酒几十年了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被你想到了 靠谱 好 对了 你哥跟我说 有一个叫 苏晓晓的姑娘来帮你 人呢 我怎么都没看到她呀 这种事情 你可不能对我藏着掖着哦 我没藏着掖着 只是我一气之下 把她给骂跑了 她居然把你骂跑了 我看那小子酿酒酿的不是走火入魔 就是酒精中毒了 那臭小子啊 就是一个没有真本事的绣花枕头啊 不是一桶红酒 搞得跟真的一样 那结果要去比赛啊就完蛋了 对啊 才乱发火 你别骂别人 我还没骂你呢 晓晓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她 推卸责任罪佳一等 我承认 我错 我真的上辈子啊 欺负你们两姐妹的 晓晓 和睦她就是个混蛋 不是我说你 你眼光也有问题 当初哭着喊着要去追她 说什么 寻找爱情 现在知道错了吧 你看我 我坐着不动 爱情主动上门 关键是这份爱情它还很靠谱 是不是啊 瞧不 是 而且我不是一般的靠谱 是相当的靠谱 好啦 你们到底是在安慰晓晓的 还是在秀人家气他的啊 这个 我 我跑题了啊 晓晓 我问你 姐 你别问了 为什么不问啊 我还没问完呢 你自己跑回来的吗 那个混蛋呢 她没跟你回来 她不是在忙着酿酒吗 酿酒 是酿酒重要还是你重要 瞧不 回答她 当然是小小重要 就好像在我心中 苏曼永远最重要一样 你看看 连瞧不这么笨的人 她都知道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我看她呀 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以后你也别跟她来往了 走 跟我回家 不 我不回去 爸妈知道该怪和睦了 怪就怪吧 她都对你这样了 你心里还担心她呀 我要回去了 爸妈就该为我担心了 你 我真是被你气死了 人家大老远来帮你 你把她赶走了 这不大好吧 我知道了 爸 等我把红酒酿完 我就找她给她道歉去 好 明天我跟你妈就回去了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啊 你不会是想让我在街头上 推销红酒吧 街头推销能够让你学会 在人群中和陌生人进行交流 适应人群的嘈杂 是克服你的疾病的第一步 你要想彻底地克服这个问题 一定要学会在人群中 和陌生人进行交流 你好 这是我们的酒 对不起 我根本搬不动 我连面对陌生人都做不到 怎么还能跟他们讲 何瀚 看着我 好 忘记我是你认识的那个谢子琪 把我当成一个陌生人 向我推销你的红酒 怎么可能 我对你太熟悉了 就算说出来也没意思 何瀚 我跟你太熟了 你的习惯 你的个性我都知道 我已经习惯你在我身边 我怎么可能当你是陌生人呢 好 既然这样 就忘掉过去的一切 把我真的当上一个陌生人 推销你的红酒 我们去换酒 我们去换酒 所以我们这款葡萄酒 是值得你信赖的 真的太好了 以后就这样 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保持冷静就好 你 iPad的小 diets 你根本就是说 她在红酒 你不要不想 你不要在飞 你不要是 你不要在飞 你不要在飞 你不要在果然 你不要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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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何牧 好你的 敢欺负我妹妹 看我不骂死你 喂 苏曼 何牧 你个混蛋 你上一次欺负晓晓的时候 我就警告过你 如果你再欺负她 我就把她给接回来 原本以为你会变好 没想到你变本加厉 直接把她给我送回来了 你可真行啊 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欺负她上瘾是吗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 跪在晓晓面前磕头认错 抽自己一百个淡水巴塞 苏曼 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好 但是我现在守着酒庄 我要酿酒 我实在是走不开 你就帮着我安慰一下晓晓吧 好吗 我帮你安慰 你可真行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现在不马上给我滚回来 你再不要跟晓晓好了 苏曼 我现在真的走不开 我现在有事情先不跟你说了 拜拜 喂 喂 何墨 喂 爹 这个王八蛋 等我下次见到你 我一定把你踢出门 晓晓 晓晓 你在这里陪了我那么久 那么辛苦地帮我一起酿酒 我却说那么狠的话伤害你 晓晓 对不起 等这次酿出了好酒 我一定去找你 跟你道歉 好 对 何瀚 经过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你已经克服了一些问题 不过你还没有被治愈 这段时间 真的要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你 我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取得这么大的改变 跟我有什么好客气的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比赛了 也不知道和睦那边 酒酿得怎么样了 打个电话问问吧 喂 何瀚 你那边酒酿得怎么样了 下星期就要比赛了 红酒已经调配好了 但是还需要一些时间 让它来发酵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口感 还需要几天 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好 等你酿好了 我马上去取 怎么了 他怎么说 何瀚说了 他在比赛前一定能酿好红酒 那就好 菲儿 你又来找我爸 菲儿 再过一个星期 我们就能天天见面了 一起逛街 一起吃饭 有时间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旅游 你 你在说什么 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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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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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质绝对世界一流 而且我得到消息 何佳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酿出参赛的红酒 一周以后的比赛 周氏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何佳想利用比赛 来找到出路 阿呸 到现在连一瓶酒 都还没酿出来呢 就这样还想跟我争 没门 以周董您在商场上的决断 这次何佳 他一定会被周氏打败 这个事情 你做得非常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老婆子 这晓晓离家出走 已经有四个月了吧 四个月 连个电话都没有 一点消息都没有 没消息啊 那就是好消息 人家上班忙 哪有时间老打电话呀 你操什么心 爸妈 我回来了 小蔓 你回来得正好 爸爸有话要问你 你最近跟你妹妹联系了吗 我们刚分开 听见没有 你说什么想办了 你们刚分开 那就是说 晓晓已经回来了 你妹妹真回来了 你看见她了 我 我 你甭 你甭 你告诉我实话 你要是敢骗我 我饿你三天你信不信 我 说实话吧 晓晓就是回来了 你听见没有 老婆子 你还说呢 没消息的总比有消息好 你听听回来了 还有可能出事了 你赶快去 把她给我带回来 快去呀 姐 你怎么就说漏嘴了呀 我看爸妈这么着急 又想到你现在过得不好 我这心意急 就给说漏嘴了 姐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什么时候 才能改造大嘴巴 这个坏毛病啊 你说我回去 我怎么面对我爸呀 不面对也得面对啊 这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再说了 这事也不能怪我呀 都怪那个混蛋 他要是对你好的话 我随便怎么说 不也都行了吗 我说过的话 你们都不信呢 现在怎么样 我说这俩小子 都不靠谱 甚至说呀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不信呢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老师 我阅人无数 我逃了一满天下 我眼睛可毒了 我一个学生 标点符号 错了一个字 这么小个地方 我都看清楚了 是不是 更何况这俩大活人了 三个女人 联合起来反对我 是不是 还说什么啊 俗话说得好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三百个臭皮匠 也顶不了个诸葛亮啊 老婆子 你一辈子都反对我 现在事实怎么样 证明你错了 还有你 别装这么一线人事了 把书放下 是不是你鼓动着民主选举 鼓动着小小 出去寻找什么爱情 是不是 你第一个举的手啊 爸 您大人有大量 咱既往不咎好不好 不可能的 既往不咎 小小都变成这样了 怎么既往不咎啊 行了 不过可以给你们两个 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好 您说 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做 从今往后啊 家庭内部就不要搞什么民主选举了 过分地强调民主就会做出愚蠢的决定 怎么办呢 就都听我一个人的就行了 是不是 从今往后啊 我们家庭内部要坚决反对 小小跟和睦 再有任何接触 爸 这没有什么霸不霸的 你看看 他现在就敢不论三七二十一地跟你发火 将来生活在一起 日久天长 那还不定干出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那时候你啊 就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别争了啊 这事啊 就这么定了 姐 我警告你啊 你要再敢跟爸面前提和睦的话 那咱们这个家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你没看见爸今天那气势 完全把妈给压倒了 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我是想提和睦 我是想问问你红酒的事情 再过一个星期叫红酒比赛了 也不知道他到底酿出 理想的红酒没有 还说不是在想他 我告诉你啊 和睦现在所有的事 都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再去担心 什么比赛不比赛的了 你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 你知道吗 我给那个混蛋打电话 让他回来找你 你知道他说什么 你看他打电话了 我一肚子活 我打电话骂他几句不应该啊 他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 他要心里真有你 早就回来找你了 姐 你别卖关子了 他到底说什么呀 他说他在酿酒 没时间回来找你 酒酒酒酒酒酒 他就知道酒 你看瞧不 他连红酒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 可他懂得怎么疼我 他把他所有的存款都给我 他什么都听我的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找男朋友 就应该找他这样的 你呀 赶紧改变目标 不能在和睦这棵 歪脖子树上吊死 不值得 多换几棵书试试 我呢 马上就要迈上幸福的红毯了 你这个恨嫁女 如果再不抓紧的话 可就对不起恨嫁女 这三个字了啊 明天就要红酒比赛了 我们周氏集团 一定要赢得比赛啊 郑总 您放心 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周氏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而且 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 何佳研究书新品红酒的消息 我看 明天他们也拿不出 要比赛的红酒了 想不到周嫁也来参加比赛了 还抓住机会做宣传 苏曼 你说我要不要在网上曝光周嫁的 丑恶之面目 我黑死他们 让他们还没开始比赛 名胜就先臭掉了 这样一来 何佳一定会赢的 什么黑 我们凭什么要帮何佳 何佳那小子为了酿酒 都不要晓晓了 还把晓晓赶回来 还把晓晓赶回来 什么黑 我说让她回来跟晓晓道歉 她说酿酒锁不开 我现在巴不得他们家输掉比赛 最好是惨败 替晓晓出这口恶气 乔布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帮什么 跟我一起诅咒何佳失败 何氏酒庄建立在 最适宜葡萄生长的温带地区 气候土壤条件得天独厚 拥有将近四十年的历史 这一次 何氏酒庄参赛的新品红酒 以赤霞珠为基础股下 而何氏集团采用的软木塞 并非市面上许多其他红酒厂商 常用的合成塞 或者塑料瓶塞 而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 天然特技木塞 感谢各位同位 这个讲言稿写得非常好 明天的介绍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明天就要比赛了 组委会通知 说十点之前一定要赶到会场 可是何墓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好 喂 哥 喂 何墓 红酒酿得怎么样了 哥 今天晚上十二点 红酒就酿至成功了 那就太好了 何墓说那个红酒 十二点之前就可以出来了 我开车区去 不行 你现在是唯一代表 何家参赛的人 你明天一定要提前到达会场 否则就算我们自动弃权 这样吧 我今天连夜赶到酒庄 把红酒取回来 你放心 明天十点之前 我一定到达会场 你一定会变得更好 我今天到达会场 你会不会变得更好 我今天到达会场 你会访问我 你会不会变得更好 你会不会变得更好 我下车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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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